因新冠肺炎疫情现在进出公共场所 学校或者是医院都得做好防疫措施 尤其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更是不能够大忌 而为了体恤医护人员辛劳 有地方明代这一天也赠送了五箱的太阳饼 还有200杯的手摇饮料给台中医院 感谢他们辛苦守在前线 也希望大家能够同岛一觅做好防疫工作 地方明代和助理合力把太阳饼搬下车 准备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希望在疫情期间能为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台中医院尤其因为它是部立医院 所以它的压力很大 然后还有是我们在中西区这边很重要的社区医院 所以很多民众的快筛 他们优先都选择来台中医院 所以造成他们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压力非常庞大 那刚好前两天我们也有一个 那个第二市场的小亭早茶的詹老板 他要来送饮料 然后找我一起共享盛局 那我想说我们趁这机会 来为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医护人员来付出贡献做什么 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关心跟关怀 给我们这些快筛站的医护人员 就像现在市政府给他们有一些 临时的加码以外 我觉得更需要民间更多的一些关怀 涌进 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在奋战 那我们也身边有很多这样子的医护人员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一起鼓励他们 炎日夏天来北手摇引解渴 五箱太阳饼加上200杯饮料为医护人员贴行送暖 而院方也再次呼吁民众进出医院落实实联制 非急重症先暂缓看诊 先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 就是中央疫情水平中心跟市府的规定 其实现在所有进出医院都一定要实名制 那我们也是少QR Code 那进去的时候也会量体温 然后做酒精的干洗手部分 那也是希望民众一起跟我们来做 就是防疫的工作 院方送上感谢状表达谢意 明代表示疫情期间 医院若有大量医疗器材需求 将号装民间力量加入 同岛一命度过疫情 记者郑伟林台中采访报道